苏玉同志复过六次伤案 子弹从头部涅骨穿过 大难不死 左臂负重伤导致残疾 在浙溪随安向晚干边区转战的时候 他又避重弹 直到建国之后才取出子弹 现在苏玉同志在病床上修改方案 老总 命令他马上休息 不准工作 和很多将军不一样 苏玉一生都没有上过军校 他对战争的一切了解 都是从战争中学习来的 他从最基本的小兵做起 一路经历了无数艰辛 脚踏实地一步步升为了开国大将 人们说起苏玉 首先想到的总是他那卓越的大兵团指挥才能 但是人们在对苏玉做出种种褒奖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苏玉不只是一位优秀的将军 还是一个优秀的士兵 据苏玉传记载 28年上井冈山后 21岁的苏玉担任连指挥员 那时候他每天起床 第一件事就是集合部队爬山 以加强体力 为了破除迷信思想 他每天带着士兵在坟地里摸爬滚打 他还强调射击训练 每天都在连队组织单手无依托举枪瞄准 那时候的他 单手举枪瞄准 可以坚持20分钟 因为他的枪法 他在部队里小有名气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苏玉本人就是一个神枪手 据吴东峰开国将军义士记载 有一天苏玉去训练场视察 发现有几个士兵一边训练一边聊天 便掏出一枚铜钱放在枪的准形处 士兵扣动扳机 铜钱掉落 苏玉亲自上阵 以沃斯持枪 连开竖枪 准形上的铜钱纹丝不动 其射击技术之高超可见一斑 苏玉是开国将军中出了名的老伤兵 1927年南昌起义后的五平战斗中 苏玉就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负伤 当时一颗子弹击穿了他诱饵一面孽骨 苏玉当即昏死过去 当时部队医疗条件很差 苏玉的排长卸了他的伯克枪 惋惜地说自己不能管他了 苏玉醒来后摇摇晃晃地倒在路边的水田里 被兄弟部队的战士救了起来 1933年5月 苏玉被任命为红十一军参谋长 他和政委萧进光一起带着部队去攻打消失 战斗中他被子弹击中 左臂血管被打断 流血不止 很快就昏了过去 警卫员用绑腿把他的胳膊扎紧 在大雨中走了三四个小时才送到救护所 当时苏玉的胳膊肿成了小腿般粗 皮肤变成了紫褐色 差点被截肢 治疗时医生把泡过盐水的布条穿过伤口 第二天再拔出来换新的 以此来给伤口消炎 其痛苦程度非常人所能接受 随后是红室军团的失败 和南方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苏玉虽然全部熬了过来 但是这些给他的身体带来的损害是巨大的 苏玉因此患上了好几种慢性病 尤其是头疼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苏玉指挥战役 苏玉晚年回忆 自己在打淮海战役的时候 曾顶着美尼尔时综合的发作 连续七昼夜没有睡觉 战役结束后 病情严重恶化 以至于他连七届二中全会都未能参加 而根据苏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苏玉那时经常头晕脑痛 要带着建脑器工作 血压时长达到200毫米拱柱 属于重度高血压患者 以至于严冬大雪天 他都要一遍遍地用凉水浇头 最严重的时候 苏玉是躺在担架上指挥战役的 渡江战役开始之时 中央就已经开始考虑彻底击败蒋介石的问题了 在这里休息期间出两手 比在南京时颤抖倾斜以外 头晕头痛症 并没有好转 是吗 文件书籍都不能阅读 每日只能看看报纸 还没得到五十分钟 这马上就有新任务了 而自己的病症却不见好转 更是焦虑 真的感觉 对不起毛主席啊 1949年6月14日和21日 中央两次给华东局和素玉发局电报 让他们注意研究和准备攻台事宜 50年6月上旬 齐节三中全会上 素玉作为军事上的负责人 向中央汇报了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 但是 这一计划被随之而来的潮战给中断了 7月6日晚 中央电视素玉 请他在7月18日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7月7日 素玉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 负责抗美援朝的指挥任务 潮战的战端一开 就意味着素玉之前所有的准备都要落空了 素玉不久后因为病情日益加重 不仅难以坚持工作 甚至不能左右还事 吃饭时要将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 经过半个月的疗养 病情依旧未见好转 素玉最终错过了潮战 1950年12月 素玉和夫人一起前往苏联接受治疗 医生专门用了两个月来为她医治头痛 头痛刚有所缓解 腹痛又开始了 医生打开肚子一看 因为多年的翻轨摔大 素玉的肠子多处错位纽结 有的地方已经严重堵塞 医生用了六个小时才将肠子一一放回原位 腹痛治好后 头疼又发作了 又治疗了一段时间 素玉夫妇在五一年九月启程回国 由此看来 素玉将军的身体在当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有些阴谋论者总是喜欢妄加揣测 甚至捏造素玉怯战的谎言 完全忽视了攻台完全不比抗美援朝 容易这一最简单的道理 这些论调实在不可学